各位你們好,我是阿蘇,Johnny蘇 今天我們離開了2號驛站 現在我們向著4號驛站出發 我們終於到了4號驛站 現在就讓我先將車停入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也算挺大 不過也是沒有車停 好像只有我一輛車 不知為何完全沒有人來這裡 現在讓我帶你們走到外面看看 這個花海長廊其實是圍著海邊建設的 總共分有5個驛站 同樣一進來這裡 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條跑步徑 或者也是一條單車境 我們現在一直沿著這條路 向那邊走過去看看有什麼 在遠處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四輪單車 應該是租給別人可以在這裡踏來玩的 單車數量都不少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今天平日所以沒有人在呢 我現在就沿著這條路走過去另一邊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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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前面見到有條樓梯應該可以上去的 應該可以上去的 我想這裏應該算是一個小型的觀景台 現在就讓我從這裏走上去上面看看 我們現在就從這一個高度看上去下面 看看風景會不會有不同 我們現在就從這個高度看上去下面 不知道這裏下面這座建築會不會有很多東西 當然看樹的擺動 也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風有多大 好了 終於看完這裏的環境了 我現在從這裏走上去下面 在前面 不知道這裏下面這座建築物是什麼來的呢 讓我走過去看看 前面好像有個門口 終於來到這裏了 原來這裏裏面是一個洗手間來的 4號疫站我們就看到這裏了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 關注 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